Lulu** 哈喽,我是小明 我是小明 众所周知 早期的《名字ittel仁 PC – 瀟曼 credit관� notorious involuntary content of Boise 是一部非常恐怖悬疑的动漫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某一集吓rous过这 Anyway only in common 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柯南早期愤文感拉满的BGM 让我们开始吧! 柯南里的恐怖悬疑 BG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那个音响也买下来的吗 对 真恐怖啊 恐怖片 小明 我是那个古宝王的一集 这个恐怖片 那个有点恐怖片的意思是在于 他的每个人都往那个你最不想去的地方开始走 就是他我觉得他那个跟其他其实就是在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恐怖片就是 你知道那条路不能去走 再往里走走一个没一个走一个没一个 我真的扛不住 就是这时候你小双看完全扛不住 而且那个里面柯南掉线了呢 是小双带带着他们去走 是的 应该是柯南掉线了 最后一个老太完追到起来了 还拉住了 拉住 你这一下对 你还跟他说还拉住 我觉得这个超音 真的超音 好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第一次知道乐观中蜜曲的曲子 是不是现在看柯南知道了 我是现在看柯南 然后再学了小悠口文 我小时候看这集 有一段时间一直沉迷于彈这个曲子 好吧 你要比着红眼睛 慢慢的眼睛变红 搞成像我前面搞个虎 应该搞个虎 来一个黑打 但其实就是我后来发现这个环节 或者是就柯南这一期话 其实他有塑造他本身这个人物 他加了一些人物的思考在里面 因为就是说你破案这个东西 本来是一个正义行为 但你因为正义行为本身 你可能忠受所作无误 他自己自杀了 请问你是不是因为你的原因 可能后来老想没有东西 就一开始老的 确实是好好当一个故事的科幻 每个大音乐剧都是仔细琢磨的 好吧 有机会 你用这两个人的摇抄 而 但你多像三个人 我们想要要摆在哪里 然后那边 我 最深的推理是在哪一支 这个他印象太神了 喝白肝那一支 喝白肝 因为我印象中 就是那是首先他第一次变大 就是那次是伏饼的第一次登场 然后他去找功能性在哪 然后他说我要秀 我功能性我要比你先破案 然后破半 然后你说 哈哈你输了 我破出来 那个犯人还是 那个老人还承认了 然后最后心里说 不对你推了不对 我再给你推一呗 那个秘质杀人还是说 又有什么钓鱼线 然后又有什么歌剧 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告诉你 其实就没有直接走进 你躲过那一支 他最后跟你推半天 告诉你这个线怎么样 扯过来 然后把个东西扯到你钥匙里面 然后再出了房门 再来先撤掉 是 结果最后告诉你 犯人其实走了里面 去啊一下一阵万一爵死 先给你吃烂门药 啊一阵万一爵死 放了个歌律怕你叫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大概也是差不多 那个时候的 是个屋檐狗的那一家 就是一个什么 有个寺里面 然后一个水 把它淹上去 然后他以为是 吊死一个很高的地方 对对对 他就是不太想证明 他没有任何痕迹 怎么把它淹了 因为我想了很久 那个水是怎么样 关进去的 你们不觉得那个房子的 密封是有点变态吗 反正他说的是 到那个上面以后 多少他那个压力过大 他那个一刀可以砍开 但我感觉你搞不到 那个人到可能房子 整个都垮了 有没有可能 就你们发现了 其实你在前期看客囊的时候 你是真的关注他剧情 和他怎么样推理出来的 前期的客囊 不就是一个侦探片吗 就是大家会把他 你看到很仔细的 特别你小时候 你电视机前面 你又看这个细节 到底是为什么 你真的去在那找兴手的好了 可以在家里试一试 什么钓鱼线怎么样 这个不行试一试 然后后来我是老得自己说 因为怕大样模仿 所以他后来试过的每一种方式 都是自己试过 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要不然你就跟小朋友 去看了游戏模仿 那你不是最果 客囊就是 所有人乐都是大一颗肤心 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属于 那种爵士小乐队的方式 有一个电声乐队 然后有管风琴 有萨克斯 有长笛子 就这个爵味很重 就虽然那个时候很小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 我是没听过的 因为一般来讲 你绝识和弦就比较复杂嘛 都是这种 就这种东西 但是你觉得这东西很打架 很壮啊 就是你会 你会一开始去思考 这个东西为什么有这样的氛围 我感觉也觉得绝识情 我就是看看那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要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是有东西吗 是什么石森 我会头推測你 是什么东西 我会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你上一次除了句话满之外 就是看克强德TV 你真正的去看他 不是去听讲解或者分析是什么时候 20年前 小明是真的有20年 我就从电视上看的 他可能就是电视上 你后来什么设计之吻你都没有看过吗 上一次我看也就是差不多设计之吻的时候 那已经过了4年了 4年一个孩儿大学都毕业了 那个夜9月了 现在已经快30年了 就是因为最近剧场满这个事情 大家争议很大嘛 因为我原来看克弹会觉得 他是一个很感动很纯真的一个片子 前期每次这个克弹变大的时候 他的小蓝是真的觉得很遗憾 我是真的想把这个东西告诉你 他有一点是这种我要保护我身边重要的人 但是因为我要保护你不能告诉你对这种剧情在里面 而且他每一次那个小蓝叫欣医 你都会觉得很感动 我记得那个时候站在一个地方 一个车灯一打给你投个光 拿个逼着气在那里讲 我想下次我一定要回来 所以我当时看《温明复活》那个时候 我真的很疯不住好了 30的约好要表白 然后又急了 一记一记个一千记 就是你最开始看克弹的时候 你会这个东西很抓人 因为你每集其实都是破碍 但是你待会有一些感情相关的 或者是跟人物的情感相关的 你就会真的很感动 功能欣医这样一个角色 他可以说我未来一个爱的人 然后不顾一些付出 或者是我拼你全力 我只是为了告诉你的真相 或者守卫在你身边 我觉得这个是很 克弹一个很核心的点 他所有的动机也许只是想保护他们 或者是想让他们不着伤害 我觉得这个感情是可能是维系克弹 一直往后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或者也就是这么多年 为什么我可以一直能追克弹 可能因为这么容易 你实在是很难割着它 你看前方我们的这种感情 看前方是什么 我的手力也抓得是很难隔 你看前方的尊重 这个是什么 我靈远靳茶 不是我靈远吗 我靈远靈神 我撕下一个 自己身边 如果我靈远 人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给我们三连哦 科大连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和BGM 期待以后在节目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